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意味着土团党是正式的东渡沙拉越 马阿迪就有提到了 目前已经是有三万人申请加入 他同时也是在推展里上毫不避忌地说 来界周选他们想要打败本土最大的政党 就是土包党 其实他就说土团党东渡来到沙拉越 就是要和沙拉越西蒙的各个成员党来合作 在来界周选一举拿下周政权 是的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土竹团结党 他这次这个东渡沙拉越 他当时候就一直用一种方式 就是说他要号召这个两万人来出席这个推展里 可是在很有趣的是 就是上周六的推展里 出席的人数竟然不到一千人 一千人可能还是一种 我们已经有冲大数说他有一千人出席 那么这个局面会不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土竹团结党就是土团党 他进军沙拉越呢 可能一开始就会不会出现一个这种出师不利的局面呢 那其实呢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说这个土团党啊 他会变成这个巫统2.0 那不知道丽萍你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觉得事情要从两面来看 就是我们从这个乐观和正面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土团党这个东渡沙拉越 他其实也制造了一种政治上一种百花齐放竞争的局面 但是我们从一种悲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很多沙拉越人一直以来就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土团党很可能就是巫统2.0 但是这个土团党是不是真的是巫统2.0 他带着这个巫统的躯壳要来一个复活呢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必须来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够就马上判定他的实行 而是要用时间来证明他究竟是不是巫统的替身 那其实呢 这个土团党他东渡沙拉越 可以说是打开马来西亚政治格局的新篇章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在国政领导的时期 类似这种种族性的政党 像是巫统 是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进到来沙拉越这边的 那虽然说土团党他现在是成功的东渡沙拉越了 但是呢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政党的前景好像不是那么乐观了 就认为他前方所要面对的会是很困难的一条路 那你又是怎么看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土团党当初不能够进入沙拉越呢 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其实是要归功于我们的现在的州元首 也是当时候的这个首长戴曼木 他是在这个首长的职位33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有他在这个巫统就绝对不能够进来 而这个使命这个理念到了阿迪纳的时代就还是在延续着 而只是说到了阿班族的时代 他虽然有心但是无力 为什么是无力呢 因为他面对了这个变天联邦政权这个役手的局面 所以他对于这个土团党他已经是不能够拒绝 他只能够用一种就是说民主社会嘛 我们就公平竞争公开竞争这种说法来谎辖 那么土团党他是不是一个巫统的替身呢 我们只能够说你从他的名字来看 他已经是叫做说他是土族团结党 土族团结党就是美其民 他就是以捍卫种族这个权益来自居的 所以他未来肯定是会走这个捍卫种族 捍卫他的土族权益的路线 而他这个权益这个斗争路线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会是不是会走这种保守 然后用一种编直的这个方向去走呢 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 是那我们就要继续的观察了 那另外呢虽然说马阿迪他是亲自主持 这个沙拉越土团党的推展里 但是他当天却没有公布这个领导阵容 不过根据了解呢是名单已经是确定了 目前呢只是等待这个党总部呢 发出这个委任信函 是的 其实我从这个推展里来看呢 其实土团党本身他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权力的核心 这个领袖的核心 似乎这个架构呢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成立 也就是说可能土团党本身在沙拉越 就可能面对了这个领袖之间呢 还不能讲妥的一种情况出现 以至于这个可能内部还没有真正打仗呢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派系之争 然后就是有一种权力的相斗的这种情况 是那这样子看来的话 似乎好像土团党本身啊 他们好像还没有稳定下来 就是在沙拉越这边吧 看起来就是就是我们知道的是 就是在明都鲁呢 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至少三个派系 在古境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曾经出现有人说跳出来说 他要为土团党打开这个 沙拉越的这个政治僵土 可是在不久之后 他又说他要应沙拉越人的要求 就是沙拉越人是拒绝这个外来政党 突然间又这个态度大逆转了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还会继续有新州主编点新闻